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傳說路人往誰能比我強 在我們上次拉高水平之後呢 說到就是收到了這個影片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猛 我必須說我們的企劃現在越來越強了 各位選手小心了好不好 小心了你們的 我必須說我的標準越來越高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好算了我們不要透露 這一集我跟你講你各位保證看了會買 這集可以看下去 我們廢話不多說第14集 Let's go OK 首先第一位是這個龍馬 我們看一下這個龍馬可以做些什麼 對方的野凱上來了 拉一下想要騙招 他想要騙大 他想要騙招 然後他有個凝霜有瞬移 我個人是覺得對方下路露頭了 你可以做點事情 OK 戳一下 往前 一往後 漂亮 3分 好來這 順移2技能吧 順庫 順庫 嗚呼 哇哦 OMG OMG 這就是高手啊 各位 動了嗎 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平常會遇到的東西 各位就是這麼的強 好對線 不錯 這個 怎麼講 龍 龍呢 不是龍呢 龍呢同學 玩得不錯 你把對面那個野凱完全 溜爆了 完全溜爆了 玩得不錯 相信你應該是一個璀璨以上的玩家吧 應該是璀璨等級以上的玩家 玩得不錯 不然你也不會被我們小編選一下 哈哈哈哈 玩得不錯 這個當標準 這個當標準的話 我們看一下 第一位 四分 第一位四分 玩得非常好 你應該是一位 本身 第一個他操作很冷靜 再來就是他所有的招 都把對面給躲過了 他把對方的招 致命的招全部都躲過了 玩得非常的好 玩得非常的漂亮 這裡就不多做解釋 因為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就是他利用了什麼招 然後躲什麼 所以這裡叔叔就不多做解釋 我們聽說 等一下後面 有需要叔叔講解分析的畫面 OK那我們到流浪那邊 因為可能那邊要講很久 OK我們就來繼續看下面一位 再來這位同學 哈哈哈哈 我的天兄弟 你怎麼來啦 哇操 好我現在來看看 聽說這位觀眾 哈哈哈哈 聽說這位觀眾是來挑戰輔助的最高分 OK 我現在來看看 好這邊龍戰準備開打 他有四級 大絕 敲爆 一刀打進去 Oh my god Oh my god 沒有再秀 可是我這一波可以上抖音了 有沒有很棒 Oh wow 這一波真的是可以上抖音 先來個四分 先來個四分 我先來個四分 寶哥先來個四分 為什麼呢 來首先他這個敲無話可說 他這個敲無話可說 敲得太漂亮 然後瞬移直接 直接瞬移過去 然後二技能一技能 我的天哪 直接把人給 後排直接 已經滅地了 我懂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他們這邊 對方 各位要千萬記得一件事情 在前期 尤其是在你輔助 還沒出到情形狀的時候 心裡 比較小心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聚起來 真的很危險 打進去 超小 這個操作不用多少 秀蘭 我這一波可以上抖音了 有沒有很棒 四分的操作 但是 我相信 寶哥應該還有更秀的吧 你應該不只這樣吧 我來看一下下一個片段 OK 我們寶哥又有一個片段 我看一下喔 直接拉過來千辛解掉 又秀一波 掰掰 你被我們輔助難度拉高了啦 哇 白癡喔 白癡喔 你怎麼 你怎麼打跟喝水 你怎麼兩樣子 欸還有一波 我看一下 OK 可以切入對方沒清醒 進場 漂亮 哇 OMG 哇 哇 你還給我spin鏡鏢 哇 我這個 1.3 大家請幫我把這一波的時間 哇 我準備去投稿 不行啦 你把我們輔助難度拉高了 前面 我個人覺得 第一波 當然第一波推得很好 但是必須說 對方有點 我覺得他們這邊 這裡出來的人有點小失誤了 你直接二技能往前 然後 假裝也是直接二技能往前 你 天早死 我想真的 而且 他們這邊是已經把那個龍給拉過來了 你這樣子真的是欠敲 在服裝還沒有輕輕裝束 你直接這樣子 那 以這個 我相信寶哥的標準 就是 他的 他的場很高 因為畢竟 我們都是前五十名的 然後 我個人覺得 對方這邊 偏不小心 然後就被 這是第一個片段 我先給四分的片段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片段 我必須說 寶哥直接讓我們知道說 什麼叫做 剛剛那個操作就跟喝水一樣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對我來說很簡單 就是我們 我隨便做都可以 他直接 星星解掉 然後大絕反開 然後直接二技能往後 然後再一次 再來就是這個超人 這個超人來 各位 細節 首先我們以整個地圖來看 因為他只截取這個片段 那他應該是 猜測敵方在凱撒路的右半邊 敵方在 好有禮吧 因為敵方的書竟然在下路這裡露頭了 代表說他這邊 河道的右半邊 應該是有人踩住的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凱撒畢竟出了 所以這裡基本上草叢會有人 或是這裡會有人 不知道 但是就知道裡面一定會 這時候你是 如果是超人的話 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要像寶哥一樣 超人的被動 你必須使用出來 超人被動是怎麼樣 就是他可以知道說 他面對的那個地方裡面 有沒有人 如果有人的話 他會加速 所以他可以利用這個被動 來去探測那個草叢 他不用踩進草叢 他就知道裡面有沒有人 對很像開圖 但是那個就是 超人的被動 你各位如果 可能今天想說 為什麼那個超人知道我在這 就是因為他用了他的被動 這個會玩超人的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反正呢 他這邊一樣 他是一隻輔助 所以他先來得去探 我個人覺得這個馬路斯有點太多了 他這個就直接這樣 有點 應該先讓超人去探就好了 超人就已經知道 他的被動有沒有 他的被動亮出來 你看這麼遠的距離 他就已經亮出來知道說 敵方這邊有人 馬路斯其實不急的進場 所以馬路斯我覺得有點小失誤 然後馬路斯就直接被綁了 直接被暈爆 然後這裡呢 盧蜜亞開了大絕 開了所有的視野 那第一時間 寶哥知道說 敵方的主要輸出位少了一隻 雖然他熊貓也還沒到 但是他們主要輸出位少了一隻 他這時候呢 他有自信可以直接把敵方 後排全部給掃掉 然後呢 這裡敵方的招也都放完了 敵方的招也都放完了 然後你看 超人也從側翼要給壓力 那這時候呢 齊羅想要 一定會把他斷開嘛 齊羅就直接跳到他的一技能 想要把他給他 結果他就直接預判 先直接怎麼樣 星星窗開起來 然後導致說 齊羅的位置變超差 然後就直接大絕 忽略去 直接一路推 然後直接二技能 然後再一技能 再推 然後就直接推加速 然後再邊走邊換裝 不知道是三小 有點屌 然後剩下一隻書 書來不及了 這波完全就是靠他 就這麼簡單 這波完全就是靠他 可是呢 我個人覺得 這波操作真的是太屌了 各位 如果要玩超人的技能 就像他這樣子 就是你要用你的被動去探那個草叢 然後 看他側翼壓力給的多棒 原本看起來 那個馬路斯看起來是死 是死啊 你知道嗎 結果哇 寶哥後面給的那個 側翼壓力給的太大 然後就直接把所有人給掃進去 但是必須說 有一說一 我個人覺得操作5分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難度的話 差了一點 所以整體來 給他4.5分 我個人覺得 如果敵方能夠扣清新 會更好 或是他可以換個清新裝 因為他 我在猜他是不是清新裝 在CD裡面 但是如果你到19分了 你輔助 開完一次清新 你還沒換裝的話 那就算是你的失誤了 在敵方這麼控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有解控的裝備 他一定要有解控 結果他竟然沒有扣到 超人進場的那個時間點 就直接全部人 你看他全部都被控死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被控死 控到一個控八控控 真的是 我覺得 小可惜了啦 小可惜了 這裡敵方如果能做出更多的碰撞 我們寶哥 一定會得到5分 他的操作 不用說一定5分 這個太屌了 行雲流水 這就是職業節 各位你們不是說什麼 輔助不會上嗎 不是 輔助會上 只要玩像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才叫輔助 這樣子才叫輔助 你各位玩的那個 對寶哥來說 要叫做肉掌 要叫做被人家打的騷包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我們繼續給他 往下看 希望下次呢 寶哥可以再來報名 拿到我們的5分 你絕對可以的兄弟 你這個玩起來 看起來輕輕鬆鬆 希望你下次繼續來報名 我相信你還有更難的場 我相信你還有更難 頂級的 一定會有頂級 pro級的場次 然後我們寶哥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他在YT有在開台 跟小玲一樣 有在開台 各位如果喜歡玩輔助的 支持訂閱一下 我兄弟 我兄弟 志祺人 我們繼續給他看下去 再來這一位 標題是寫 差一點媲美小玲 OK 但是林哥那一場的是很難的 我先看一下 這邊 凱撒是在左邊的 那他們這邊 可能剛剛打凱撒的時候 小心死了 那我覺得中線直接可以壓出去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壓 因為你現在雙線是不舒服的 慢慢打消耗吧 先把這個龍處理掉 先把這個龍處理掉 先把這個龍處理 隨覺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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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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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我換裝 等一下 對付 這手失誤了 但是我先跟你說 你的動作 我覺得 除了換裝以外 其他 沒有到很好 其他沒有到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其實 其實 跟迪拉克有點送頭 懂我意思嗎 在這個時間 你看 你的隊友都沒招了 他想要往後拉 因為敵方出來了 他想要往後拉 然後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迪拉克突然往前順 那這邊不知道 菲勒有沒有清醒 反正 突然這樣子做開戰 我覺得 太危險了吧 那他就直接死掉 直接送頭死掉 然後再來就是你們二拍的進場 其實講真的 就是 就是 你也沒挑到太多東西 然後這裡 我個人覺得 射手這邊 有點小危險 他靠在近了 他靠在近 然後被索文的藍彈 直接打一個 當然你後面的這個換裝 是換得不錯 是換得不錯 你保住你自己的命 但是我覺得 相對的跟小鈴鐺場的難度 差的有點太多 差的有點太多 我可能就只能先 我想一下 3.5 3.5 因為這場其實講真的 你們兩個沒有必要這樣子進場 然後 對面這邊有點小失誤 然後對面這邊有點小失誤 我覺得差了一點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就是 應該可以先 先把這個龍給吃掉 然後帶個線 就是 先這樣子就好了 就是我覺得 也不用太急 不用太急 有點 水餃的感覺 有點水餃 我們繼續來看下面一位 OK 再來這位同學 我們懸見人說 可以拿你當標準 抱歉我們標準已經拿 剛剛那隻龍馬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這邊 我看一下 悟空在做蹲 喔 等一下 好 我等一下再講 我等一下再講 為什麼他要這樣蹲 他死了 換裝 零霜 躲掉 再換死的鐮刀 往前敲吧 對 漂亮 哎呀 漂亮 躲招 可以 二技能往後 一技能往前 跳 會玩耶 開我XXX 可是你好像死了 你應該死了 你死了 哇 我先跟各位講 細節 高端的細節 來我先跟你說 為什麼這邊 悟空看起來很像送頭 來這邊你有沒有看到 一隻凱撒出來了 是左邊這一方的 所以呢 來 我們可以從這個資訊 知道說什麼 他們剛剛發生了一波會戰 右邊倒了三個 左邊倒了兩個 而且 坦克 右邊的坦克 沒了 代表說什麼 等一下左邊 只要利用這支凱撒 三個人往前壓 你基本上死了 你基本上這場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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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是悟空想要 利用 我把你後排給蹲掉的動作 因為你一定會出來 你一定會出來 你可能會回家 可能 這個亥雅也在這邊漏頭 你可能會回來 然後可能 你的拉茲會出來 我只要能夠帶掉一隻 你的 後排角色 你基本上就可以拖延這場的節奏 我可以拖延戰局 所以他才出來蹲這個蹲點 那 這邊 對方也不是 能叫 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也是會玩的 所以他們就直接過來排視野 直接過來排視野 然後把這一隻 那個什麼 悟空給找出來了 那悟空這邊 因為找出來之後 就沒辦法 對方直接把視野給排乾淨了 但是他之所以會 悟空之所以我會做 這麼做的 是有原因的 然後這裡就是完全秀他的操作 一樣 人凝霜 然後起來石神鐮刀 然後直接往前敲 直接帶走 然後後面你的操作 金魚流水 好 金魚流水 躲招 然後二技能敲他一下 然後直接一技能往後 然後再二技能 拉一下 我這裡有點以為你要死 結果你竟然躲這樣 哇靠 有點屌 你真的有點東西 你這場的猴子 可以說是救了全世界 我跟你講他這樣子做 然後讓敵方的射手位 中路位都倒 這隻龍基本上進攻不了 那原本是必輸局 看起來是必輸局 看起來輸定了 結果我這隻猴子 你做了太多事情 我這不給你五分 我對你做的 操作 觀念 然後你的選擇 完美 厲害 完美 你玩的 我幫你的名字遮住 遮住我以為你是直接選手 真的 我幫你的名字遮住 我以為是 man猴子 man猴子是直接選手 我的天啊 你們好秀喔 你們觀念真的不錯 我跟你說 你們玩的真的不錯 真的 我覺得現在很多職業隊 真的都缺人啊 幫我們去報名一下練習人 真的 玩的不錯 我們去看下面一位 沒有人了是不是 只剩最後一個bonus OK各位 bonus 而且聽 聽我們選見的人說 因為這個太好笑了 所以先讓他上 他叫我們看這隻書 叫我們看這隻書 OK 這個書怎麼講 好像看過你的名字啊 也不是 那好像是會玩的人耶 OK 補弓補弓 好 往後走 不會死 OK 怎樣 bonus不是撐你到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現在你先給我看裝備 來各位 注意看這個裝 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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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剛好被惡魔影像燒到 然後再射下去 那眼 哇 那個反甲把他給反死 哈哈哈哈 可是我記得你們是 你們好像是會玩的人耶 我記得你是 等一下你不是能說 這有點可愛 但是 你的操作看起來沒啥問題啊 這操作看起來沒啥問題 就是你一路撤退嘛 只是很衰 哈哈 很衰 很可愛很可愛 好不好 只是我只能說 你很衰 你很衰 這不是 你好像不是 你應該是會玩的人 你應該是會玩的人 我記得 通常我記住名字的都是 就是 就是 在 通常就是在我場次的人 通常就是在我場次的人 就是我看過的 我看過的 你 有點Q 有點Q 來 各位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這一期你覺得最秀的人 我必須說 我覺得我們上次拉高標準之後 好多神人出現 寶哥的那一個 腿太耳鞋 然後那個悟空 OMG 歡迎在下方留言 然後記得標註你覺得最秀的人 標註他的時間 我們 反說 路人網 誰能比我強 你夠強嗎 歡迎來報名 我們下期見 掰掰